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从今年开始 家住美龙生态城的业主们 就感觉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居住环境的卫生成为问题不说 还即将断水断电 而这些让居住在此的业主感觉十分困扰的问题 都是因为小区的物业弃管了 现在这个生存危机出现问题了 因为什么呢 开发商是控制这个钱的 物业费的 然后他给物业公司每个月说要给十万块钱 结果现在这已经一直都没有给 现在他们物业公司的人员 包括保洁人员 一共有八个月没有开公司了 最先就是保洁的不干了 几天了 都已经五六天了 没人来打扫卫生 不开工资 没问题的人再不干了 那这样就造成这个业主的安全了 隐患了 据小区业主介绍 该小区建成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一共有业主四百余户 物业一旦全面气管 诸多的问题都将随之而来 业主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而小区内外 记者没有发现有告知通知物业气管 但小区的物业管理处却已经人去楼空 整个小区内仅有一名物业安保还在工作 不知道 可能是那个物业费稍不上来 物业费稍不上来 开发商一般是一级的开发商发工资给我们 但是物业没有 他也一样要拿出来发 他的开发商老板就是这个物业 是管这个物业的 按照安保人员的说法 物业不发工资可能是因为物业费收缴过少 物业公司无法经营 情况真的如此吗 因为一半多的都没有交物业费 他不交物业费的原因是这个房子太招心了 招心时期一句两句说不完 被查封过的房子卖给我们了 我们拿了160多万的房子 到现在没有办房产证 我们的发票也没有拿到手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百多户 还有大多数呢 就是说邻居也有往前的往前 但是我们都十拉年往前的 这个业主都没有办房产证 业主们告诉记者 由于小区存在历史遗留问题 导致业主们无法办理不动产证 记者通过网站查询 小区开发商确实因为债务纠纷等原因 导致小区验收一直无法通过 无法办理不动产证明 而这也成为了业主们不愿意缴纳物业费的原因 办理不了不动产证 就不缴纳物业费 而不缴纳物业费就享受不到物业服务 事情到此成为了死循环 而没有不动产证明 小区也无法成立业主委员会 选择新的物业 居民们的正常生活该怎么办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来到了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那么通过我们记者的走访呢 找到了物业气管的癥结 那下面呢通过一张图表 给大家来进行梳理一下 首先是小区的开发商 存在了这个债务纠纷的问题 进而导致小区的验收 没有办法通过 那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办理 这个不动产的证明 那没有这张证明之后呢 小区就没有办法成立业主委员会 那么广大的小区业主呢 为了给这个房地产商施压 所以不愿意去缴纳物业费 那么现在呢物业因为没有钱 所以它这个服务进行不下去 所以说要进行气管了 看上去这是一个死循环 想问一下您 您觉得这个循环 到底有没有扣可以去解开它呢 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死循环 无法办理不动产证明 并不必然地导致 无法成立业主委员会 因为据我所知 海口也有部分小区 没有办理房产证 也就是说没有办理不动产证明 但是却是在当地的居委会的指导下 成立了自己的业主委员会 也选聘了新的物业公司 所以无法办理不动产证明 并不必然地导致 无法成立业主委员会 那么广大业主们可以通过购房合同 去证明自己的业主身份 进而在当地的居委会的指导下 及时地召开业主大会 选举成立自己的业主委员会 你就是说他们现在目前 唯一解决的途径 就是要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 如果是要想选择物业公司的话 是这样的 因为选择物业公司 依照物业管理条例 只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 我们叫做前期物业服务 前期物业服务就是我们刚买房 刚刚交房 那么广大业主这个时候 还没有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间和能力 那么这种情况下 开发商通常会指定一家物业服务公司 提供前期的物业服务 那么等待这个小区的入住率 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业主相对也熟悉了 那么有条件召开业主大会的情况下 召开业主大会选出业主委员会 那么再由业主委员会去选拼后面的物业公司 这个扣就解开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矛盾应该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一方面是业主他为了给房地产商施压 所以不交钱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开发商是不是要对这个物业公司负责任呢 我们这个矛盾该怎么来解决 怎么来看待它呢 首先我的理解是这样 业主用不交物业费的方式给房地产商施压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看 这种方式呢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 因为我们知道房地产开发商是房地产开发商 物业公司是物业公司 不否认有部分的房地产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公司 有千丝万缕或者这样那样的联系 但是在本案中包括刚刚的采访中 业主们也提到说开发商的老板也是物业公司的老板 但我个人认为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 这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开发商是开发商 物业公司是物业公司 这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主体 那么业主们如果要求提供 我们不讲说特别优质的高效的物业服务 就是要求提供一个基础的物业服务的情况下 业主们也应该及时地交纳物业管理费 那么我们注意到采访中 广大业主也承认了 有一部分业主是没有及时地交纳这个费用的 没有交纳这个费用导致了物业没有钱给工人们发放工资 最后导致物业公司对小区做出气管 感觉有一点这个自讨苦吃的感觉 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它没有房本 就是不动产权证 那这个问题他们到底应该找哪些部门进行解决呢 不动产 没有这个房本 没有不动产证这个问题呢 相对的比较复杂 因为有些可能是验收没有通过 包括单向的验收 绿化验收啊 消防验收啊 还有一些是综合验收没有通过 那么有一些呢 可能是这个小区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纠 比如说它的土地拿去做了抵押 或者说它的房产拿去做了抵押 导致不能办理出这个房产证 这种呢 各个小区的情况不同 千差万别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可能简单的投诉 不足以解决问题 那么据我所知 海口也是有部分的小区 经过多年都没有办理出房产证 那么可能有的业主也通过各种的投诉 包括也想法也请 最终的司法环境 去解决 但是最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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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